再來看到台東市區早7點多 有不少民眾聽到了巨大的警民聲音 大家還以為是防空警報 也有人單身是共機來襲 警方也是很緊張 憂心是器材出了問題 結果查了老半天才發現 是一旁縣府停車場裡面 有一輛重機 這疑似馬達式的警報器故障了 才會不斷發出了警民聲 讓所有人嚇出了一生冷汗 現在8點09分 警報又開始了 台東市區一早發出巨大刺耳的聲音 乍聽之下和防空警報很像 響了三四分鐘不停 一個多小時內總共響五次 噪音把不少還在睡夢中的民眾給吵醒 又開始響了 有人受不了打去警局抗議 警方查了老半天才發現 是一旁縣縣府停車場裡一台重機 疑似馬達式警報器故障 不斷發出警民聲 而且聲音就跟防空警報一樣 才讓警方無故被罵 我同事啊 他說可能是喇叭 他在嚴罪 他說他車裡面警報器 那個小型師 二胡特那個馬達 那個響起來非常響的 一定是馬達式的警報器 才會有那麼大聲音 現在的消防系統 有的還是有那種東西 原來重機的車主是縣府員工 放假前把愛車停在這裡 接著跑去外縣市出遊 沒想到重機卻一直發出警民聲 被警方找上 由於人不在台東 只好請同事前來了解 幸好重機最後應該是電力耗盡 聲音越來越小 響了五次後就沒發出警民聲 也讓車主有人鬆了一口氣 記得劉林翔台東報導